当我们认识到前述的种种挑战 也克服了前述的种种问题之后 也许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个理想的 好的读者 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最理想化的读者的境界 那这个境界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感性的 而不像前述那些比较充满理论性的说法来加以总结 我们来引述一段佛教的故事 有一位弟子问达摩祖师说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己愉快 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达摩祖师就笑说 有四种境界 你可以去体会其中的妙趣 首先第一步 是把自己当成别人 这个境界呢叫做无我 在之就要把别人当成自己 这是慈悲 第三步呢 就是把别人当成别人 这个是智慧 最后要把自己当成自己 这个叫做自在 这段话当然是非常美的一种人生哲理 可是放在阅读小说 放在读者的境界 起约不然 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读者的时候 其实就是能够超越人性弱点 克服自己的局限 然后甚至去抗拒 我们背后所携带的整个时代价值观 这么一来 我们可以跨越时代的鸿沟 跨越阶级的距离 可以跨越不同文化的隔阂 然后呢就可以帮助我们 进入到一个我们陌生的 红楼梦的贵族世界里 所以首先把自己当成别人 这叫做无我 意思是说 先把自我放到一边 然后呢设身处地 以他的角度跟他的生命史 来认识他现在的所言所行所为 这么一来呢 就有如西方的谚语所说的 就是把你的脚放在别人的鞋子里 才能够很真切的感觉到 原来那么一粒小沙子 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 无关紧要 但是却造成这一个人 当事人这么样强大的痛苦 那么这一点 其实也就是我们要认识别人 我们要了解别人的开始 能够做到点之后呢 我们也许就可以进一步来谈 把别人当成自己 而这其实呢 同样还是一个设身处地 这么一来呢 不会用一种旁观者 局外人的角度 而漠不关心 也才能够慈悲 因为我们可以呢 对别人设身处地 跟感同身受 那么第三步的 所谓把别人当成别人 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把自己 当成衡量别人的依据 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万物的判准 不要把自己当成是 整个世界唯一的支点 要把别人当成别人 尊重他的独特性 尊重他的特殊性 也尊重成就其之所以 如此的那个内涵 这么一来 我们呢 才能够有一个更宽广的智慧 最后的真言是 把自己当成自己 也就是由自己出发到别人 再由别人 回归到自己 我们同时也要了解 尊重自己 了解我们自己 有什么样的盲点 了解我们和别人 是在平等的旋律线底下 共构和谐的交响曲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可以让我们更接受 自己的限制 认识自己的弱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 努力加以超越 但是呢 不会对自己 有过分的压力 那也不会在这个 过分的压力之下 失去自我 所以呢 也就能够领略到 把自己当成自己的 那一份自在 当然 既然要做一个 理想的读者 我们阅读红楼梦的时候 最应该做的 还是呢 把别人当成别人 以及呢 把别人当成自己 这样才会有 同情的理解 也才会有 所谓的温情与敬意 当我们对贵族世界 不能够有温情 也不能够有敬意的时候 我们如何能够 真切的了解它呢 当我们总是抱着批判 反对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又如何能够真正理解 他们内心真实的样貌呢 所以最后呢 我们来引述一段 17世纪荷兰哲学家 史宾诺莎所说的名言 他这段话 主要是来阐述 哲学家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类 他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在超越人性中 对于感觉跟本能偏爱的 那一种努力 但是呢 这也可以作为 我们要成为一个理想的读者 可以去参照的一种原则 也可以呢 来引以为见的 他说哲学家是什么呢 哲学家 他跟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 讲究逻辑推理的那种 弱批则Q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本质性的 在认识这个世界 不被外在的表象所局限 也不被自己的感觉所误导 他们要做的事情是穿透本质 来理解这个世界 因此他说 哲学家是不笑 不哭 也不痛骂 而只是理解 所以理解是最重要的 而要怎样做到理解呢 要不笑 不哭 也不痛骂 换句话说 笑跟哭跟痛骂 也许是诗人的专长 也是他们所创作的诗歌 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的 情绪的饱满点所在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哲学家 他就应该要超越情绪 超越感觉 不让笑哭痛骂 以及笑骂痛哭 所引发的那些起起伏伏的现象 所干扰 我们要做的是 拉开距离 然后以一个清明的眼光 那么以全面的观照 好好的理解 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对象 所以当我们 只想做一般的读者的时候 我们只想把红楼梦 当成罗曼史的一个消费者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会跟着 小说人物又笑又哭又痛骂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 人物褒贬的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当然哭笑痛骂是一种非常痛快的情绪抒发 可是既然我们要来产发经典的伟大内涵 也许我们作为一个读者 就应该要往理想的境界去迈进 伟大的读者要来帮忙开启经典的内涵 我们就应该要理性的训练自己 像哲学家一样 在面对小说的跌宕起伏的时候呢 还能够不哭不笑也不痛骂 然后呢 深刻的去理解它 所以理解是最重要的前提 让自己超越感性的层次 而不流于我们人性本能中 对于感觉的偏爱 这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握住 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 也才能够去掌握到 由各个面向所整合而成的 具体的统一的整体 然后就不会呢 流于偏颇 那这个理想当然很难达到 但是司马迁说的好 虽不能治 心向往治